我現在來到小巨蛋旁邊 因為每次我都在這邊做教學或訓練 那常常看旁邊這邊有一個健身房 然後我很好奇他到底裡面 有什麼設施跟教練的品質大概怎麼樣 所以我今天特別為了大家 去預約一個私人一對一教練 那就跟我去體驗一下教練感覺如何吧 哈囉 你好 欸你好 我有預約那個 Kony教練 就是一對一的私人教練 好 那Kony教練已經在我下等 你可以直接進去了 OK 好 謝謝 欸 嗨 嗨 欸 我們去訓練吧 OK 做冒精靈力 好 謝謝 教練 那我們第一個運動要做什麼訓練 我們要做的是三腳的纜繩臀推動作 那它可以做到的是臀大肌的激活 就是感受力提升 那也可以強化我們的核心肌去穩定 好 單手抓握握把 另外一手如果不穩定的話 初學者可以扶著掐 那我們肩膀板還有你的髖關節 都會朝向正前方 好 利用臀部往後的方式去帶動單身 對 推回來使用臀部的力量 把身體溢到支 臀部感覺收緊 好 過程中保持脊椎的穩定 顏身 好 非常好 哇 好痠喔 我的屁股跟大腿很痠 我覺得這個訓練呢 其實如果針對跑者來說 它其實可以增進你的骨頭肌的訓 你就屁股後側 那當你的跑步轉換支撐的時候 你的往後拉 其實就跟你跑步轉換動作一樣 非常好的一個動作 教練 那我們第二個要訓練的器材 這個看起來這麼多美國隊長要練什麼 非常不好 我們等一下要訓練的是我們腿部的肌耐力 加上我們臀部的肌耐力 因為它其實伸對的動作會刺激到我們的小腿大腿和臀部 都會參與得到 好 史密斯的話呢 它是固定的軌道路線 所以呢 其實對於追學者來說是非常的簡單的 但是還是要注意站姿的位置 那手會這樣抓到相對的位置 就是比肩膀快一點點 自己舒適度為主 因為每個人肩膀的活動度不太一樣 背在頸椎下一點點 好 站直之後呢 我們槓會稍微往後卡住 那這裡的話我會建議出學者 腳稍微往前站一點點 好 下蹲的時候呢 找到臀部還有大臀的感受 膝蓋不會往前衝 感覺全腳踏板是踩穩的 往正上 核心繃緊 臀大肌收緊 好 最後把它卡回來就可以安全的往後出來了 教練 那我們第三個動作 這個要訓練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等一下訓練的是我們臀大肌 那這裡的話會用槓鈴做一個半自由重量的訓練 好的 我們要來做的是我們的臀推動作 那這裡槓鈴已經是架設好的 上面還會有一個保護墊 放在我們寬上方比較不會覺得疼痛 好 雙手抓到相對位置 把它帶進來 帶到寬上方之後 我們雙腳往內踩 踩的寬度大概跟我們髖關節同寬 朝向正前就可以了 背部 肩胛骨抵著後背 臀部用力往上推 整個身體會平躺到上方 下來的時候 看向正前方 注意不要做內巴的動作 喔 那我們去最後一個動作吧 踏不起來 教練 那我們接下來練完了腿部之後 再來練什麼呢 我們要練一下背部的肌群 那我們會用TX做訓練 好 我們要來做TX的背部划船訓練 雙手等一下抓到的是握把端的位置 雙腳的話呢 這個前傾的角度看自己的能力 挺胸之後呢我們起始位置 雙手在胸的兩邊 好 慢慢的往下 肩胛骨老式穩定 內鬆下壓 利用背部的力氣 往上提起來 下巴微微內鬆 看向正上方 過程中呢小腿到我們的頸椎會是一條斜線 對 大家要注意的是髖關節的定位 有些人會從這裡去做啟動 會做有勾搖動 但是他其實全身是調斜線的 大概是穩定的往上提前 喔 做完真的 我的背很痠欸 所以這個對於背部刺激是非常幫助 對 他不僅會刺掉我們背部 整個核心都會參與到非常的大力 這也是最後一個動作啦 終於做完了 今天做完全身痠痛 非常感謝教練今天帶我練習了 這麼多動作 好 那今天就是簡單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們到健身房 然後想要訓練一些跑者專用的肌力訓練的話 可以試用看看我們今天以上所教的四個動作 那非常感謝Go Gym 也感謝教練今天帶我來訓練 大家好 我是Cony教練 那我們位於台北小巨蛋的二號出口 只要步行一分鐘就到囉 對 那我們的話呢 現在有引進非常多非常新的器材 很適合跑者做重量訓練 增加我們肌肉的力量 可以跑得更快速喔 好 希望大家可以來做訓練 也可以順便來找我 我叫Cony教練 大家記得要指名他喔 掰掰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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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